花姐,我有話想問,網上見面會 哈囉花姐,我是團隊Stanley的Emily 我很欣賞Stanley,她演戲真的很好 而且她很有觀眾緣 我想問她會不會拍電影呢 Stanley其實她現在這段時間 她也是賣頭款在拍劇 在拍一套《惹人老師》 如果大家有留意,她在社交平台 在拍一套劇 其實她後來也會有很多劇集的拍攝 因為拍劇的導演真的很喜歡Stanley 覺得她可以做到不同的角色 所以拍電影是Stanley和我都很想的 Stanley經常說,如果見到《惹人老師》 如果要拍電影,她也很想 所以我們也在等待這個機會 希望這些電影監製會給Stanley 但她現在也在做她喜歡的事情 她正在演戲,正在拍劇 她現在正在拍攝《惹人老師》 她和鄭丹瑞有很多對手戲 想問她究竟是很開心還是很有壓力呢 超開心 Stanley的壓力 當然她是有壓力的 但她是一個很正確的人 她會將她的壓力化為能量 她會很認真去做 她有機會和鄭丹瑞的前輩合作 她很興奮 她每次問她怎樣拍劇場 她會說,我拍那部劇場 蛋哥又怎樣怎樣 導演又怎樣怎樣 很興奮 所以她有沒有壓力 我想也有些 但我覺得開心多些 而且今次《惹人老師》的發揮 對她來說 我想這部劇場有機會發揮得最多 所以我就叫她 你要努力在出這部劇場的時候 讓別人看得到你 所以要做好一點 那什麼時候最快可以看到《惹人老師》 我想年尾的 看看導演剪成怎樣 我們計劃希望可以年尾看得到 但這些不是我們控制導演 看看導演 其實我們都喜歡聽她唱歌 真的嗎 有沒有機會和MIRROR其他成員 出一個小組的歌呢 真的嗎 她唱歌 真的喜歡聽她唱歌嗎 好聽啊,我喜歡啊 很厲害 我想告訴你 我又不是喜歡Sandy唱歌 但我總是覺得要面對自己的缺點 Sandy呢 其實她唱歌當然不是強項 她的強項是演戲 但她很明顯她唱歌也有進步 那可能 希望有機會 可能你也有機會聽唱歌 因為她是拍劇 可能會有劇集的主題曲 是否可能 希望有機會可以 唱到劇集的主題曲 你們可以聽她唱歌 但你們是不應該麻木地說 你唱歌很好聽的 那她要努力了 是不應該的 是 你們是坦白地跟她說 叫她努力 她唱得很有感情 是 是 最後一條問題 你怎樣看現在這個 上緣和下緣呢 其實 上緣和下緣這個名字 剛剛才出現 但 在MIRROR出道的時候 我和MIRROR聊天 我覺得我也要給MIRROR 心美準備MIRROR 我也有跟她們說 這個概念 你一定是有些人 在MIRROR裡面 有些人會受大家專注 去紅一點 多些機會 一定有一些 未有那麼多機會 要在下面默默監黃 爬上去的人 這個後來就大家 稱之為上緣和下緣了 其實 上緣和下緣 我已經給了這個心美準備 因為我覺得 他們要接受這件事 他們才會繼續走下去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是不是不好的事 我覺得又不是不好的 因為大家應該要 很了解自己的身位 你才知道自己怎樣努力 如果譬如說 我不想做下緣 所以我不開心的話 那你就一出道 你就不開心 但是 為什麼不是這樣 我現在雖然做下緣 但是 原來我 我沒有大家那麼紅 但是原來我有其他機會 那我就在其他機會努力 希望我有機會爬上去 應該這樣想法是好 所以我覺得上緣下緣對我來說 都不是一件壞事 反而是被一些被稱呼為下緣的 是努力 謝謝花姐 Hello 你好 我是CK 我是加拿大江棠 Hello 我想問一下你 江棠說他要去美國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 他去美國做些什麼 以及會去美國哪一處 我們簽了保密協議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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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他去美國玩 好嗎 明白 明白 但是他很開心 可以去到 我也很想和他一起 不過我沒有機會 因為原來在香港太近 已經出去了 總之他做了一件 很有突破的事 我認為是一個很突破的事 下一條問題就是 很多姜濤都很關心姜濤的健康 其實公司會不會安排一些專業人士 例如營養師 個人訓練 因為你覺得他太肥了 不是 不是 我們是希望他更加健康 你解釋 因為姜濤是真的很容易肥的 因為他可能 以前肥底 那些肥細胞很大粒 所以吃少一點小東西很容易肥 但他一不吃東西 就很容易受法 我經常跟他說 你不可以這樣 就是他硬硬 他也不是硬硬的 他說用斷食的方法是很健康 他說 但是我覺得斷食 在吃東西的時候 斷食很長時間 一斷食後 那六個小時 好像是十八六 他那六個小時 就不斷吃 不斷吃 就補回那些 我說其實這樣不行 很不健康 但是他也很堅持這個方法 他覺得斷食是一個 可以清美自己的方法 我有提議過 我有介紹了營養師 給他 然後我又找PV給他 這個是他的時候 就是他選擇 但是他答應我 因為之前 疫情的時候太放縱自己了 都開心也好 就懂得很多 就肥了很多 他就答應我 接下來 用一些健康的方法 收身 所以你看到他拍MV的時候 他已經殺了很多 其實他肥瘦 我們都不介意 我們都一直欣賞他 但是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對 我喜歡健康 還有其實到最後 他現在這隻腳 是沒有做到手術的 我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 最初他出道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曾經引帶斷過 很緊張 就馬上要做手術 但是因為兒子又經常說 我不想 因為一做就要休息半年至一年 他就很堅持 說我小心點 我不做了 我一有機會就做 後來我們就看了另一個醫生 醫生就說 其實現在很多運動員 都沒有做手術 他就在鍛鍊肌肉 令到可以這樣都沒事 他就現在用這個方法 就看看可不可以 做手術底下 都可以令到他可以 或者跳舞或者平時的跑步 都不會影響到 因為我有時看到他 有時用錯力 他就會很痛 我也很害怕 所以他說 現在醫生就 看那個醫生 教他怎樣做 那我們就放心點了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件姜濤 令你最窩心 和最生氣的事 最生氣的事 最生氣的事 最窩心的事 我覺得是他那種 他不會特地去做什麼 令到你很窩心 但是他會突然間走過來 有時一起做事 我想說我平時對著你 不是很刺激 很沉默地坐在一邊 很多時候好像很不開心 然後他就會 姜濤就會說 老花 然後坐在你旁邊陪著你 他什麼都沒有做 他就說老花 很久沒見你 你幹嘛做什麼 然後就坐在你旁邊 你知道他平時不會這樣做 他平時都是自己疲惹自己的 那你見到他這個巨動 你就知道 其實都想支持你 還有有時我覺得 比如很多不同 你知道在網絡世界裏面 都有很多抨擊 那些事情 那姜濤他永遠都是 就是當我看大家 不知道背後的故事 可能就會對我 可能有些評價 那很多時候他就會 第一個出來支持你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很甜蜜的行為 但是我覺得 有時你不用說聲的 你乖乖地站著 這些事情我去介紹 但是他也是介紹的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跟他之間是 我覺得他是很入愛的 他是真的會 他曾經說 其實我們是一家人來的 兩母子 那這些可能很多人都會說 但是我知道姜濤在心裏面 真的是 花爹我有事想問 網上建議會來到這裏暫時 結束 明天同樣時間 繼續